自从去年秋天我们来到位于纽约唐人街常乐工会的中共海外110派出所实地探秘以后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一直是没有中断 而且外媒最新披露了更多的调查细节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去年秋天调查了中共设立在纽约唐人街的东白老会107号整栋大楼 并取走物证 其中三楼常乐工会 为福州海外110派出所所在地 这事截至目前为止 政府机关突击搜查海外警察站并没收物证的第一个案例 去年秋天 记者曾实地探查福州海外110派出所所在地 发现里面人去楼空似乎停摆 记者在周五致电常乐工会 对方这样回应 哈喽 常乐工会 都没有中了 中国美国政府还叫不愧 尤其是常乐工会那几个领头那些人吓得很 自从2016年2月以来 南通市海内外景桥联动服务中心 已经帮助抓捕和说服80多名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回国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想通过像其他的民主国家形式 一样的那种司法合作来进行的话 他走不下去 因为别的国家不信任他 就是说你那个司法是一个不独立的 你的精英上有酷刑的 爱尔兰 加拿大和荷兰官员也呼吁 中共停止在他们国家的警务行动 那目前FBI的调查呢仍在进行当中 接下来的进展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进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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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